第32題 天氣很熱 預先從冰箱拿出一瓶冰涼的汽水飲用 他喝了半瓶汽水後 隨手將剩下的半瓶汽水放置餐桌上 但是他忘了蓋上瓶蓋 請問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關於這瓶汽水的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 溶解在汽水中的汽水會變多了 這個是錯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瓶蓋 一打開因為壓力減小 那麼汽水的溶解度就會變小 他就會跑出來 然後最後放置的時候 正常情況下是溫度會升高 那溫度升高的時候 氣體溶解度也會變少 所以溶解的氣體會變少 所以A是錯的 那麼答案C是說 剩下半瓶汽水的甜度為整瓶的一半 這個也是錯的 溶液是一個均勻的混合物 如果不考慮其他條件的改變 那麼整瓶的汽水跟半瓶的汽水 他的甜度、溶解度、濃度是一樣的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選項出說 汽水中的糖的溶解度會減少 口味、口感會變淡 這也是錯的 如果不考慮其他的狀況 我們只想到說 我們汽水放到外面的話 那麼他的溫度會提高 那溫度提高 糖是固體 固體的時候溫度越高 溶解度越大 所以他的溶解度會增加 不過他實際上所溶解的糖沒有改變 我也就是說他的濃度實際上沒有改變 如果我們不考慮其他的因素的話 那麼叫他的甜度 口感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豬也是錯的 那麼選項B 如果部分的水分蒸發 那沒有沉澱深層 甜度會增加 這個迅速是對的 因為濃度就是糖水裡面的糖 溶液裡面的溶質 那如果我的水量減少了 也就是我的糖水減少了 或者是說我的溶液的量減少了 可是我裡面的糖的量 溶質量沒有變化 那我的濃度就會增加 甜度就會增加 所以選項B是對的 所以第32題問我們說 關於這瓶溶水的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的選擇是B 皮內部分水分蒸發後 若皮內無沉澱深層 甜度會增加